Model 3 正在購買兩個版本 一個是標準版 後驅 今天試這部是Performance版 59.9萬 加上Performance的選擇 分別是甚麼呢 這部本身是四驅 這版本的連結大了 有尾翅 懸掛是落下了 卡片也不同了 Edmond你之前就駕駛Model S 你現在駕駛Model 3的Performance 你會覺得有很大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 一坐下去 整個interface 都不同了 但這個interface 你覺得怎樣呢 我自己覺得 挺好用 很多人說 速度很難看 因為我試過駕Model X 整個星期 我反而覺得 原本有兩塊東西 有一個大屏幕 在我前面 還會滋擾我多一點 因為它的屏幕有很多互動東西 我反而覺得 它會多太多 現在把東西撥在一邊 我覺得看車速 我很清楚 好像可以說 還專心了 對 不過 如果大家想看 關於這個interface 究竟是甚麼 古靈精怪東西 或者用起來 真的很有趣 你看看我們另外一條影片 看看右上角 有一個提示 你點進去就可以看了 好 駕駛下去 你又覺得有甚麼感覺 我第一件事 我覺得整個車很靈活 因為我對Tesla 的車和靈活是頗難掛勾 可能過去的Model S 和Model X 都是偏大部 偏重的 但這部你第一次見到時 我發現整個車很公平 整個車 其實是 3 系 對 挺小的 當然 它的櫻子也不是特別小 另一件事 令你覺得它比較靈活的 就是它真的輕很多 大概 1 噸 5 噸 6 左右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另外 它的軚盤是很快 這個軚盤是比 Model S 和 Model S 更快 比例相當緊密 所以每個動作動作動作的時候 你好像一動 整個車身就很聽話去動 不過有一個關鍵就是 這套懸掛 我覺得是Tesla 這麼久以來最成熟的一套懸掛 我在大山踢了幾個彎 它的動作很自然 有時應該要沉的 它會沉的 當你的速度轉變 或者彎角轉變的時候 它又會浮上來 這些動作是令你很容易掌握到車體 究竟在做甚麼 很容易駕駛 對 加上軚盤這麼快的時候 而它的動作 它的Rolling 動作是合理的話 反而你更容易掌握 整個車的動態表現 這部Model 3 很光明 它的馬力換算我們平常的計法 就是450匹 即是甚麼概念呢 例如 RS4 或者波子的Kurawa S 不知道Edmond 你又覺得 實際駕駛上有沒有傳統跑車的感覺 除了沒有聲音之外 當然不是傳統跑車的東西 不過它的速度懷勢 真的挺驚人的 我先說為何不像傳統跑車 因為沒有聲音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動力的牽引力 我們說過很多次是不同的 你在淡帽山很多彎要駕駛 傳統的車是拖波 令引擎的引擎是很高的 這輛你必須要駕駛的時候 就用另一種方法 即是你必須要駕駛夠才進入 否則你又勉強捉躺軚入 即是勉強用一條軚去 勉強捉軚的車身進去 其實它都做到的 因為這四區都相當聰明 它的尾部又肯動的 很奇怪 真的很肯動的 即是我已經沒有用到Track Mode 但它剛才你也試過 真的動的 但它又不會動得很危險 很克制地去動 另外就是特別在大山這個環境 在彎上你駕駛Model 3 雖然有400多匹 其實真的蠻足晴的 但你不敢在彎上繼續 一直放油下去 因為你缺了一種引擎 不斷拼著那種離心力 去壓著車身那種感覺 當然它有四區去確保 Traction是夠的 但還是少了我們駕慣傳統汽車的那種感覺 engined brake那種拖轉 是engined brake 亦是你高轉的時候 你會覺得車特別穩定那種感覺 這輛令我覺得 與Model S和Model X有些不同 就是馬達一向都很Linear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以前駕駛Model S和Model X 你都不覺得有什麼不足 在馬達的銜接力上 但來到這輛你會發覺 它又高了一個層次 即是在Model X的時候再比 它是快的 即是反應是快而不突压的 但力量是大的 所以這件事是 你一駕駛完在彎 扭進去適合速度 當你一看到有出彎位 你一駕駛 車速表現出來的反應快 我想是幾多車都做不到 真的挺厲害 特別是你再保持油門 繼續踩下去的時候 去很短距離可以做到 你足以釘牌的速度 即是就算在大山也是 這麼短的直路都可以釘牌的速度 所以傳統的汽車不是價格做到 做到的可能都是一些很厲害的Supercar 好 之前Model S的Ludicrous 0-100可以做到2點幾秒 很瘋 這部Model 3雖然沒有Ludicrous 但是有Track Move 普通情況下 它的Performance 0-100都是3.4秒就可以了 不如Edmond你又踩一轉試一下 你真的想試 來吧 準備好嗎 來吧 我自己覺得它的Power 這一代電車有這麼快的加速力 我都不出奇 但是好像感覺沒有之前用Fady Mode 那種一踩下去 你就撞一撞整個人 那種這麼誇張的感覺 但是它的力是猛的 我在想其實是 會不會是跟這部Model 3 是用了很多新的東西的 基本上你當它是全駕新車 那這樣去算吧 怎麼新呢 底盤已經是新 那電池就已經改了 用了2170的電池 是新電池來的 那它無論在Capacity Density 和Volume 和電力 都是高了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它的馬達 之前是用Ace Induction的馬達 那現在呢 就轉了用Permanent Magnetic Motor 那我看過的資料 就是講這種的Model 其實效率是相當高的 還有一個非官方的說法 就是說 這隻電池呢 雖然Density也好 Volume也好 Power也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內燃溫度 是比之前用的那隻 是不太高的 所以Model 3 整個Power Pack Battery Pack 那個冷卻系統都要重新再做過 以確保它的電池 可以有適當的冷卻 但是實際看駕駛表現呢 我就其實滿意這部Model 3 因為它給了我的感覺 是像我不是要花很多時間 去適應這輛車的特性 在大山這些不停的彎角上 我不斷扭 其實我有一件事最明顯的 就是我駕駛Model S也好 駕駛Model X也好 都不會有的 這輛我是想快的 我是願意快的 但是去到某些位置 始終它有電車的特性 就是它的軚 你調到Sport Mode 其實它是重了很多的 但是扭進去的時候 到某些位置 譬如Tai Slip Angle有些改變 就是有少少開始推 而它的四驅也都未出手去幫你 我一剎那你感覺到 軚的Message是不夠的 但是Dry-by-wire 做到這樣也算是這樣的 雖然我對它的評語都不錯 駕駛起來我都願意快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買到一部加速力這麼快的車 我其實有點擔心 很多人會因為這麼快而出事 因為這輛車雖然的處理 是比我之前駕駛Model S Model X都要好的 不過實在是太快 這種快法是類似Supercar的快法 所以買了這部車 而第一次擁有電車的人 我都奉勸一句小心點開 不要每次都這麼盡油 小心